国际福伦3461地区2022年度在7月1号正式启动 由杨乃津女士担任第六届地区总监 这天上午也举办总监办公室接牌起伏仪式 前总监们以及数百位的社友都到场见证 杨总监强调将用坚定的信心和丰沛的热忱 来持续服务社会大众 带领社友共同改善社会 在前总监们及数百位社友的见证下 举行新任总监的授起仪式 国际福伦3461地区2022年度在7月1日正式启动 由文京牙医诊所杨乃津女士担任第六届地区总监 这天上午也举行总监办公室接牌起伏仪式 总监办公室就是所有地区的联络事情 全部都从这个地方发出讯息 然后各社如果有任何的需求 还是各社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都会到总监办事处这边来 那我想总监办事处会尽量协助各社 基本上我们的服务 各社的服务工作呢 都各社去筹划 可是地区也有地区的服务工作 然后希望各社能够来一起共襄盛举 那这中间的连结地方 就是我们总监办公室这个地方 杨总监表示 福伦社是个大家庭 并长期卫社区服务 关怀弱势与预防小儿麻痹等工作 借由新的办公室成立 希望能够加强各社之间的联系 未来也将加强凝聚社有共事与向心力 贡献自身的能力与才智 今天凉成吉日 那总监Dentist的办公室接牌 那我很荣幸 就是我是明年的总监 然后今天来学习 那也祝福Dentist的总监 能够一年之内能够顺顺利利 圆满成功 杨总监也强调在疫情之下 福伦社的爱心也不会缺席 免利全体福伦社有发挥自身能量 利他共好即贫送暖 传递福伦服务社会的公益精神 杨阳宗环台中采访报道